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24号 星期五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川普称 吴正克政见军队 誓言最大规模驱逐 非法越境人数下降超50% 拜登政府暂祸喘息 预测至少8场飓风来袭 今年飓风季异常活跃 纽约华人区外卖狼遭撞亡 死亡路段频发命案 看节目同时 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周四在纽约举行的集会上再次发表有关无证移民的煽动性言论 他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声称来自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无证移民正在组建一支军队 要从内部攻击美国人 川普试图将来自中国 刚果和其他国家的无证移民描述成暴力威胁 他对聚集在布朗市克罗托纳公园的数千名支持者说 几乎每个人都是男性 他们看起来都是战斗年龄 我认为他们正在组建一支军队 他们想把我们从内部搞垮 在整个竞选过程当中 川普一再使用煽动性的语言 指责美国无证移民助长暴力犯罪 称他们是动物 应该对这个国家的血液中毒负责 他列举了无证移民的个别犯罪案例作为证据 川普说到 我们不会让这些人进来占据我们的城市 占据我们的国家 他誓言如果再次入主白宫 将开展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刑事驱逐行动 川普决定在深蓝的纽约举行集会 部分原因是为了方便 他正在曼哈顿刑事法庭接受封口废案的审判 此外有民调显示 拜登在西语裔非裔选民之中的支持率正在下挫 在布朗市举行集会 也是川普吸引少数族裔选民努力的一部分 布朗市大约55%的居民是西语裔 大约三分之一的居民是非裔 演讲当中 川普试图将创纪录数量的非法移民 与非裔和西语裔选民的经济困难联系在一起 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辩称 移民正在抢走他们的工作 最近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非裔和西语裔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正在攀升 他们对拜登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获胜至关重要 今年三月 纽约时报和新英纳学院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 在与拜登的一对一对决当中 23%的非裔和46%的西语裔受访者选择了川普 这远超他在2020年大选期间的支持率 当时川普赢得了12%的非裔选票和32%的西语裔选票 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拜登在少数族裔的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下降 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 对工薪阶层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来关注边境方面的消息 据联邦政府内部数据显示 5月份美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 比去年12月时创新录的高点下降了50%以上 在应对移民激增之际 这给了拜登政府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 在5月的头21天里 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平均每天逮捕 大约3700名无证移民 这比去年12月的日均8000人减少了54% 当时非法入境人数飙升至25万 创历史新高 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5月份非法越境人数也预计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政府公开数据显示 今年3月和4月 南部边境的非法越境人数分别降至13.7万人和12.9万人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预计5月份的非法越境人数约为11万到12万人 今年无证移民人数的下降是不寻常的 与近年来春剧无证移民激增的趋势相反 美国高级官员把非法越境人数低于预期部分归因于墨西哥政府对赴美移民的严厉打击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把下降趋势归功于拜登政府的努力 移民越境人数的持续下降在政治上对拜登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面临着来自两个方向的严厉批评 共和党人以及温和的民主党人认为他的移民政策过于宽松 进步人士则认为他沿用了川普时代的一些边境政策 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 移民问题也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玉才夏令营位于状元学区悲赛 英术才艺样样有科技前沿好成才 请到育才学校来 美国中文电视正在招聘有经验的新闻导播 工作地点在纽约市 招聘职位的要求请看屏幕上面的信息 更多详情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屏幕上的邮箱 请注明Job Code 来关注极端天气方面的消息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周四表示 未来几个月的飓风活动可能会异常频繁 NOAA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针对那些被命名的风暴 飓风和大型飓风的预测 是NOAA历年来五月当中最高的 今年的飓风季节在很多方面 看来都将是非同寻常的 当风暴风速达到或超过每小时39英里的时候 风暴就会被命名 NOAA预测今年的飓风季将由8到13场飓风 以及17到25场将被命名的风暴 NOAA并不是唯一一个做出类似推测的机构 根据克罗拉多州立大学和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运营的一个网站称 几乎所有公共私人和政府飓风预报服务都预计 飓风和被命名的风暴将迎来高峰期 该网站汇总了来自23个中心的早期飓风预报 并且网站每年都会跟踪飓风预报 这个预测网站显示 共预测到23场命名风暴 11场飓风和5场大型飓风 克罗拉多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大西洋盆地季节性飓风预报的气象学家 克罗斯巴赫说就风暴数量而言 这将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度 视线距交美东 周三早上纽约布鲁克林发生一起致命事故 一名皮卡斯基在日落公园事故高发地段 左转时撞上了一名骑电动车的外卖狼 后者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警方称周三的上午9点10分左右 这名49岁的男子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向南行驶 当他穿过第53阶时 被一辆由第四大道左转进入第53阶的 2007年雪佛兰Sivirado撞倒 纽约警方称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 受害者已经失去知觉 他被送往附近医院急救 在那里被宣布死亡 截止到周四下午 警方尚未公布受害者的姓名 有消息称受害者未华裔 代表该选区的纽约市议员成员阿维尔萨姆斯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获悉 受害者是一名外卖狼 肇事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调查 截止到周四 没有人因为此二而被捕 根据安全街道倡导组织 Transportation Alternatives的数据 自2022年以来 至少有31人在第四大道受伤 其中12名骑行者伤势严重 纽约警方的交通事故记录显示 今年到目前为止 这条大道上至少发生了37起事故 其中9起涉及骑行者 据报道 许多撞车事故是由于司机注意力不集中 不让行超车或者使用车道不当造成的 警方称 今年到目前为止 布鲁克林至少有27人死于交通事故 日落公园社区发生过其他骑行者遭撞亡的事件 2019年31岁的萨默莱维奇在第三大道上被一辆18轮大卡车撞死 一年之后31岁的克拉拉从纽约大学朗格尼布鲁克林分校下班回家时 在同一条大街上被一名摩托车手撞到死亡 这促使当地的居民呼吁加强道路安全措施 继续来关注纽约方面的消息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纽约市的平均年薪已经跟不上生活成本和月租金的上涨 这使得即使在科技等通常更赚钱的行业工作也很难负担得起居住在这里 根据street easy的市场分析 全市租金要价中位数上涨到3474元 从2022年到2023年上涨了近9%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纽约市的工资在2023年平均只上涨了1% 纽约州劳工厅的数据显示 纽约的平均年收入接近8.9万元 据street easy估计 年收入要达到13.9万元才能负担得起纽约的房租中位数 包括寻找下一份租约时的前期成本 平均成本为10454元 报告表示科技工作者 比如那些从事计算机或数学相关工作的人 平均年薪约为13.5万元 比该市所有员工的平均收入高出50%以上 然而这些高薪人士去年仍然只能负担得起市场上三分之一的房租 非盈利组织Tech NYC表示 在此之前2012年到2021年 全市科技行业出现了增长 占纽约市总就业增长的四分之一 纽约州劳工厅表示与科技界相比 医疗保健或社会保障等基本行业工作者的平均工资 在2023年不到7万元 成本上涨可能在去年的人口迁移当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纽约市的人口减少了近1% 是三州地区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 纽约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租金与工资差距的城市 据Zillow和StreetEasy的数据 美国44个最大的都市区正在经历类似的现象 来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资讯 周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顾问小组 建议批准Garden Health的血液检查 以发现是否患有结肠癌或直肠癌 该小组以7比2的投票结果赞成使用 名为Shield的检测 认为这种方法益处大力风险 如果获得批准 Shield可能成为继EP Procolin之后 美国第二个用于直结肠癌诊断的血液检测方法 EP Procolin于2016年获得批准 根据FDA的数据 美国每年约有15万人患结肠癌或直肠癌 是美国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每年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 目前结肠境检查被认为是结肠癌的黄金标准 但由于它是侵入性的因此依从性很低 其他检测方法包括粪便相关的测试 如Colin Guard 但基于血液的测试被认为是更方便的 不过专家们担心Shield的检测不如 结肠镜检查准确 特别是Shield仅检测出13%的癌前肿瘤 FDA的顾问们在简报当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FDA的文件显示 Garden公司申请批准Shield是基于一项研究 该研究显示Shield检测出了83%的截止肠癌 而Colin Guard检测出了92.3%的截止肠癌 Garden的高管维多利亚雷蒙德在会议上表示 该公司预计需要每一到三年做一次血液检测 但他补充说 结肠镜检查应该是优先选择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 欲为深行 美国花旗生 中美陆路通服务 美国下单 中国三天收获 布鲁伦分店6007 巴塔道新章 及庆祝双清洁 精选瓶装身 买衣送衣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 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